好 各位觀眾晚上好 今天是9月13號 今天剛開了這個Fate STELLA LINK的發售紀念任務了 所以稍微錄個影 對 然後做個紀念吧 然後也是真的被PTT的那個大大說中了 真的是這樣的排扯 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關卡配置之後一開始是這個 我記得是斯卡薩哈 然後再來是尼路 這是應該第一道的 不過我們就先進去看一看吧 沒有BGM嗎 動畫是很好看啦 可是沒有BGM的話感覺哪裡就怪怪的 好啦 那就先讓他跑一會兒 槍值的斯卡薩哈血量28643 這邊的話看這個人啊 應該只帶一個 箭值單體 把它打掉就可以啦 或是帶一個狂體單的 都可以處理掉斯卡薩哈 畢竟這個關卡血量真的都不多 好 下一關是尼路 尼路 然後血量42,617 來 歡迎欣賞賴公寶具 哈哈 然後凋落是一個劍棋子 再來是後半段部分 後半段的話 看一下 順序有三個 一個是羅賓漢一早前 然後再阿斯托福 總共13位 等級不高啦 所以這邊都依然是選擇這個 學會辦理裝來使用 第一開始是羅賓漢 21,852滴血 我想就直接把這個技能開一開啦 然後應該就可以直接打死了 因為這血量其實還蠻少的 那下一位是玉藻千 玉藻千 血量17935滴血 那俯工其實應該就可以 明空下去了 好的 最後一位 阿斯托福 阿斯托福 4萬血 那又開個寶具吧 阿斯托福 然後掉落的是 騎的 鷹騎子 新的冒險開始 柴里曼英雄坦開幕 與在玉智聖杯中獲得新生的阿蒂拉 阿蒂拉一同 尋世上後 歸於平靜的領子虛構世界 斯拉法的領地 卻找到突如其來的攻擊 攻性城市的襲擊 玉竹一心人還在 為著襲擊感到不知所措時 一位從未見過的從者 查理蠻出現在了眼前 這一位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 這個 斯拉令克的關卡 關卡內容 其實沒有很難啦 反正就盡量去打 好 那就先這樣 下個影片見 掰掰 by bwd6